国民党大选的正副候选人侯友宜跟赵绍康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了 国民党内部现在的民调显示 蓝绿两党的支持度整体只有相差一个百分点 而20到29岁的青年选票几乎是打平的 侯友宜和赵绍康也向郭台铭喊话 希望他能够回归蓝军 国民党侯兆配身世土飞猛进 唯独青年族群的支持度始终不高 不过国民党大选正副候选人 侯友宜和赵绍康接受网络媒体专访时透露 国民党内部数据显示 蓝绿的民调支持度已经相差无几 青年选票也在伯仲之间 20到29岁我跟我们侯康跟赖销打平 我说怎么可能20到29岁 我们应该输一点20到29岁 他说同样都不好 同样不好 他说因为柯文哲很好 柯文哲50% 但是同样不好 以前你还是比他厚 现在至少拉平了 这是好消息 国民党青年选票有起色 近期赵绍康更是频频到各大学演讲 争取学子认同 但传出有学校疑似受到压力 多场赵绍康和学生座谈的活动 临时喊停 所以我觉得学校不应该打压他们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跟学生对调 其实跟学生对调 其实我们要听他们了 听他们对他讲什么 侯友宜和赵绍康 也联手向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喊话 希望他能够回归国民党 郭台铭已读不回 但原本支持郭台铭的选票不能丢 国民党还在努力争取 目前台湾大选 已经逐渐从蓝绿班三方鼎立 回归到蓝绿对决的局面 从民调来看 蓝绿基本盘大致已经归队 因此胜负的关键 很可能就是中间选民 而这其中有很多是郭台铭的支持者 如果郭台铭能够回归国民党 对蓝军的胜选 势必是很大的助力 以上是富凰卫视记者 黄家腾 沈正风 在台北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